哈喽大家好 现在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带来高级篮球技术动作 那就是这一些天来很多高级篮球运动员 比如说克里斯保罗 他经常使用中头进行他的终结 我们今天来为大家讲解他的中头 是怎么得到的这个中头机会 在NBA级别的赛场里 首先他会跟他的大人大个 打这个很高的挡拆 然后呢 这个他一过一个挡拆 比如说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是挡拆 充分的利用天时地利人和 他这个一过挡拆 他这个防自己的人 被卡住了 他在走这个上线 然后呢 大个在低位防 因为大个不敢上去 他要是上去的话呢 就被过了 大个人在撞 在这种位置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保罗一过来 一舌 舌行走位 舌这个挡拆 SNAKE 然后运一下 零 一二 吃撑 投牢 他的很多的 机会 都是这么出来的 或者 他这个一过挡拆 一过挡拆 我们假装这个线是挡拆 这样更正一点 一个 假装舌 零一二 哎 就又一个机会 就又出来了 或者 他正向走挡拆 这个防在自己的人 总是走上线 所以走上线 一过来 一个悠悠球 哎哟 就投牢 这就是high level 或者 舌 假装舌往那边一偏 零一二 支撑 非常高级的技术动作 不怪 几年前他这个挡拆 非常寒烙 我一到这儿过来 一舌 走零一二 往右边是右左右 为什么零一二走三步啊 运 一二三 这是非常高级的 修复 大后仰 中头 high level 克里斯保罗 在这个几天前 就用这一招 得了很多分 他全程比赛都一直在投这个招数 然后当然的也有很多人问 为什么 防拆的人 总是走上线 你走下线会怎么样 啊大多数人 防挡拆如果走下线的话 面对利拉德库里那样的人 直接就投了 但是保罗 他他也会投 但是他不会每次都投 他会玩你 对他会你走下线 哎我又到这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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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投篮了 好现在 我们来为大家表演 克里斯 中头蛇行走位 012 哎挡拆来了 挡拆来了 筋 筋 筋 二 筋 这就是高级精英 中头精英中的精英 挡拆精英中的精英 欢迎大家购买篮球训练计划 我们下期再见